第二个重点 那第二个重点呢 就是要跟大家报告 我的行销背景 还有我自己在每一个阶段 所得到的礼物是什么 那志豪呢 从23岁开始呢 踏入社会之后呢 我的收入就是靠奖金 就是靠提成 意思是说呢 我从来 我一进社会的时候 我是没有去领过什么工资的 所以呢 我踏入社会 直接就是从业务销售开始 那我为什么会去做业务销售呢 因为我曾经听到有一句话 那句话叫做说 如果你没有任何的背景 而你想要杰出又不平凡的话 那你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呢 去从事业务销售的工作 也就是营销的工作 所以呢 我就踏入了这条道路 而我当初呢 一开始的时候 我所销售的产品是很不容易的 那个是有关于心灵成长的课程 而这个现在算起来的话 大概已经 这个24年前 24年前 我所销售的一个心灵成长的课程呢 三天将近呢 要6000块人民币 24年前的6000块人民币 只有三天的课程 你看 是不是非常挑战呢 这个是我踏入社会的第一个工作 之后呢 我就从事了保险业 那我在保险业呢 有七年的这个经验 而我的客户数呢 从零到超过500多位客户 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呢 你拜访五个客户 才能够成交一位 这样子你的打击率呢 是等于20% 20%的打击率 其实已经不错了 所以如果说 我有500多个客户的话 那我所拜访的客户 那肯定是超过 2500人以上了 所以呢 在这当中呢 我在保险业的这七年的期间 他给了我一个什么样的礼物呢 我觉得信念是非常重要的 当你要从事营销的这个工作 你要去学习营销技巧 首先你必须要有坚定的信念 举例当时呢 将近20年前 在台湾呢 从事保险业务工作 其实是不太受欢迎的 所以呢 你要去面对这样子 不受欢迎的一个工作呢 除非你有坚定的信念 除非呢 你很相信 你所做的事情 是对人有帮助的 所以呢 要从事营销工作 或是要说 与人沟通这件事情 因为有的人觉得说 哎呀 跟人沟通很麻烦的 那这里呢 可能也是你的信念 所以呢 如果你的信念够坚定的话 基本上 你就可以把营销的工作 做得很好 这个是我在保险业的经验 那之后呢 我又到银行 当了训练主管 将近有七年的时间 那我就是专门呢 在教理财专员 去销售理财商品 那还是无形的商品 而在这个阶段呢 我学会了建制整个训练的系统 那我在沟通上面呢 也从一对一的沟通 变成是一对多的沟通了 所以呢 其实沟通的这个能力 影响力又提升了 所以这个是我这个部分呢 所收到的礼物 那之后呢 自豪呢 在一家全球前三大的 气管顾问公司里面 担任绩效顾问 将近有两年的时间 所以呢 就有机会接触到 学习到这个系统化 国际化的这个 这个行销的概念 所以呢 在这个课程里面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都是国际化的 而且是被验证 印证了将近三十年以上 所以你学会的技巧 不管你是在中国 非洲 美国 不管什么人 你都可以使用的 因为基本上呢 我们说销售呢 是出自于人性 所以呢 这个部分呢 也是我收到一个 很大的礼物哦 再来呢 我的经验值里面呢 我还有在直销的业务上面呢 历练了将近三年的时间 那我是在帮一家 医美诊所 推这个 推广会员 当时呢 应该在五年多以前哦 这个医美诊所 在台湾是非常流行的 当然现在也很流行 不过那个时候是刚开始 所以呢 我的团队呢 从我一个人 到将近三千人的团队 那这里面呢 我所体验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呢 人脉 是有无限的可能性的 有些人在从事 业务销售工作的时候 他会说 我没有什么朋友 我没有什么认识的人 但是 你只要会跟一个人建立关系 然后发挥你的影响力 而这一个人可能就变两个人 两个人可能就变四个 一百个 一千个 所以呢 人脉是有无限的可能性的哦 不要小看这一点 那接下来呢 志豪还有一个经验 就是台湾 在台湾呢 从事一个培训的公司 我们是做总代理 专门去招募一个课程的代理商 那志豪在这两年的期间呢 从我参与 到两年后 我们的业绩成长了将近百分之五百 就是五倍的意思 这个部分呢 我所体验到的就是影响力 也就是一个创造的能力 所以呢 我的行销经验 如果总结跟大家来分享的话 会营销技巧 对你有什么好处 有一个帮助 就是你学会了如何从零开始 从你一个人开始 而你会有创造力 当你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人的时候 你是有无限的可能性的 这个是呢 志豪呢 过去的这个销售的背景跟经验 所以在这一切系列的课程里面 在往后的这些系列课程里面呢 志豪呢 会把过去我的经验 跟大家分享 和我所学到的 都要传授给大家 而且我很相信 你一定学的会